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 市場憂慮影響會蔓延 投資者要小心避開哪些股份呢? 主要兩類 第一類直接受貿易戰影響 就是出口類 有些受關稅影響 有些未必直接受影響 例如電訊設備 因為潛在客戶中心通訊受到打擊 設備類都會有戒心 整個手機設備類 例如瑞昇、信譽光學 其實我覺得它的基本因素沒有問題 市場上如果真的擔心貿易戰惡化 特別是科技電訊類 可能令到這個行業的股值有點受壓 就不是覺得他們的盈利會受壓 純粹是氣氛上的影響 另外一類的出口、航運、航空 都會有些影響 因為如果中美貿易的貿易量 是因為這樣的下跌 航運、航空、貨運量就會下跌 另外一類比較間接的 就是人民幣貶值的受類股 因為貿易戰下 人民幣你見到近期摺勢都幾急 如果真的再惡化 人民幣貶值多些都不出奇 這個也會令很多相關行業受影響 第一就是人民幣資產重的 很多中資股都是 特別是內房、內銀這些重資產公司 另一個就是外債高的 航空、子業股 港股上個月雷跌了1513點 創四個月以來最大的單月跌幅 兼且失守了250天的牛熊分界線 恆子會不會繼續沉底呢 下一級支持大概27,300 恆子在去年9月份的低位 如果真的再很大的問題 貿易戰惡快得緊要 人民幣又再貶多些 再加上美國加息的步伐又沒有減慢 幾方面都同時衝擊 恆子可能跌到26,000都很大